找工作不易加上其心偏低 许多年轻人会选择参加国考成为公务员 近日却有一名男网友在脸书粉丝专页 靠北女友抱怨 表示自己的女友自大学毕业后就全职拼国考 但连续四年都落榜 他劝女友去找份工作别再考了 甚至已分手向逼 但却反被女友枪 我考上后你就会后悔了 该名网友在靠北女友 PO文表示自己的女友自大学毕业后就全职考公职 但考了四年都没考上 他劝女友不要再考了去找份工作 不料女友却回他 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 那我之前投入的不就白费了吗 而且我才26岁而已 原PO担心女友没有工作经验 之后只会更难找工作 但女友人坚持 只要考上了 就赢过很多人了 很多人到了26岁的年纪 连4万薪水都没有 还在22K 原PO表示 女友怎么劝也劝不听 且现在的所有花费都是他出 女友更骗家人 现在有工作 住在男友家 因此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考公职考了四年都没上 原PO认为别人考公职都有设停损点 但他每次劝女友去找工作 女友总是跳针回自己毕业很久 专业科目早忘光 面试薪水只开23K或24K 感觉像在侮辱人 就连原PO用分手向逼 女友都指回他 我之后考上后 你就会后悔了 让原PO无奈的发问 遇到这种女友大家会怎么办 更透露父母也劝他和女友分手 文章一出引发热议 许多网友也留言劝原PO分手 他就是在白吃白喝你呀 放心 考上他也不会要你了 因为这种女人眼睛在头顶 你被他套路了 他根本没考试 他想被养 他没设停损点 你可以 新闻授权来源 NOMUS 是 你 我家人都会有 我家人都会有 我家人都会有